你要记住 观众想要什么 你就要给予他们什么 并且你要加倍地给 你要懂得接梗 要不然这样 你也别琢磨了 按照我说的做 一会儿如果开路的话 我问你问题 如果你不想回答 你就哭 哭到仰天长笑那种 最好跪下 反正你跪的是腾丹 不失亏 记住了吗 我们来继续收回你的躁郁症 我们来继续收回你的躁郁症 你得了这个病 是跟腾丹的死有关吗 腾丹自杀的原因 我想你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 是你强行跟他解约 他待了你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算没有帮到你太多 你突然要解约 是不是 你很白眼狼的行为啊 在腾丹的葬礼上笑 打狗仔 给你看腾丹的照片 你又发怒 你是不想面对他呢 还是不敢面对他呢 还有 你居然摘掉了 腾丹葬礼上的遗像 你跟腾丹这么多年 到底是有多大的怨念 你又发怨念 草安 草安 他对花粉过敏 是吗 这是花粉过敏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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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贼你上哪儿去啊 这节目还没录完呢